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尔法维奇自战武士局 我是段荣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第36局 好 下面我们进入到棋谱 还是二连星 二连星在这个阿尔法维奇的 这武士盘棋里面 出现的还是比较多的 挂角 还是这一小飞 还是这一点三三 所以确实这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特别是 以阿尔法维奇为首的这个人工智能 确实很多地方开拓了人类棋手的思路 比如说在这么早的时候点三三 虽然现在人类棋手也经常这么下 但是在阿尔法之前 这是非常罕见的 虽然说它确实是开拓了这个人类棋手的思路 但是我们发现就它本身的这些 它自己跟自己对异的这些棋谱看来 它的布局实际上是挺简单的 一个就是小木低挂一小飞 高挂一拖 然后斑毡完了拖线 星位的话就一点三三 好像从布局上来说 尾盘棋下来下去就这么几招 但它对于有一些得势的判断 大小价值的判断是非常强的 好 这个时候呢 白棋没有再去那 没有再到那里去 而是扳 黑棋扳住 一般情况下这都必须扳住 如果往这边走被白棋扳进去 实地和眼位损失都很大 事关双方的根据地 白棋扳一下呢 是为了这个扳下来 这在我们以前讲过的实战当中 这个棋形也出现过不止一次了 扳一下为了这扳下来 那么黑棋断打 上边还是有价值 所以白棋打的这个 这时候呢黑棋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呢是先断打一下 给白棋制造一点 制造一点弱点 一些借用 然后白棋针掉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阿尔法定式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阿尔法定式 那么白棋这个挂 这个挂脚的话呢 它起到了引针的作用 这挂脚它现在可以针掉 下成这样的话呢 大概也正常 不过就这边的配合来讲 这小飞配合这边针掉 白棋还是很舒服 感觉配合很好 那么黑棋实战是选择了另一种下方 断打 这打吃一下 就 你不能直接吃 直接吃被白棋关门吃了 先手打一下 就防了白棋关门吃的问题 所以黑棋就可以这样打了 吃掉这个 然后呢白棋也 也并不说黑的能吃掉白的就亏了 因为这断打一下 也是有很有亏损的可能性 阿尔法的棋谱里面 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 它说是这时候为了防止黑棋吃这个 就单蘸一个 这个下方是没有见到过的 可能它判断单蘸被黑棋挺出去 白棋这块 不算特别厚 它如果要防止你吃这个的话 它有的时候会吃在这 或者打这个价值不大的情况下 它有打这个的下方 但是没有见到过粘的下方 现在它选择了打 那么黑棋吃掉 白棋现在呢提是先手 打吃这个也是先手 白棋选择的是打吃 如果什么都不走呢 被黑棋提掉之后 你再打吃黑棋是要粘在这的 现在打吃黑棋不能粘 粘的话又被白棋先手提一下 连续利用两下 黑棋就不舒服了 所以单提掉 好 那么白棋得到一个 应该可以说是后势 走出一个后势 怎么来运用这个后势 下一步棋也是跟我们 人类其手以前对其普通的理解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总会想到挂脚 或者是拆 在这一带 拆了边挂 最比较理想的是挂到又拆 这样呢 后势配合边上的紫 这一带潜力可观 而白棋走的是 阿尔华白走的是 三三 酷爱三三 这种局面它还是点 黑棋照原样 再来一遍 斑 连斑 好 上半盘来了个模仿棋 断打 这时候黑棋没有打这个 黑的如果打这个 不知道白棋是会选择 模仿棋呢 还是会断打 应该很有可能会断打 断打完提 让你针 然后这一带引针 实际上黑棋可能是觉得 这个价值不大 反正上边黑棋也不可能去唯控 所以呢它选择的是断吃这个 白棋断打 完了之后提 这个棋型阿尔华总是提的 我在想打吃这个又有 打吃这个的话 黑棋现在再打再打 黑棋起到的作用就是防止了 防止了白棋一个变化 黑棋走之后的话 白棋有这个的可能性 有断打这个的可能性 如果白棋还是这样走的话 那么这黑棋打吃跟白棋打吃交换 应该也 没有没看出什么便宜 好 那么实战黑棋打 白棋断 再提掉 黑棋针 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阿尔华定式 这在它的对局里面也出现过不少 不少次 二间夹也是引针 这要逃出来 线手爬一下总是便宜的 然后呢 补在这 补在这个 这个地方 挺有意思 看上去这块很大 外棋能吊一下 普通补在这 这样它大一路呢 给白棋也产生了一些借用 白棋钓一下 试试印手 问问黑棋的印手 黑棋如果印在这 那么可以确保这边没事 但是 但当白棋靠 将来这里有个虎段 这是黑棋不舒服的地方 黑的那一小尖 小尖没有防住这个针子 白棋可以跑 但黑棋可能觉得你跑也无所谓 反正 跑这个 也 伤不到黑棋什么 黑棋跳架 搬住 不能再冲了 冲被包死了 白棋当然断打 白的呢 也有收获 但满意的地方就是 你补了一个之后 还是被我吃了 而黑的呢 也觉得 这里反正损失也不大 外边走一圈 走成一个 外边走后呢 也有价值 也各有所得 估计这地方 阿尔法也判断双方差不多 大家都可以接受 尖顶 黑棋呢 得到了先手 得到了一个先手 尖顶是很大的一步棋 这尖顶 白的如果不长呢 比方说白棋不长 黑棋虎的话 黑棋这块效率还是蛮高的 这一块 很 很舒服的感觉 这种地方的断点什么的都没有 断的话黑棋一路避过来 都没了 这块空也很大 白棋如果长的话呢 黑棋 打入进来进攻 白棋还是长 它强调将来 还是要在这个地方 借用 就这么让黑棋 全都补上的话 没毛病的话 白棋也不甘心 这不知道应该算加工还是打入 总之 掉 掉一个 看你硬不硬 不硬的话 我瞄着断你 如果你硬 你硬在哪 打吃事先手 如果虎的话 将来白的还可以往里跳 不想让黑棋这空围的那么舒服 黑的呢 跳起来 跳起来当然很大 加强这个字 进攻整块白棋 白棋现在要来断黑棋 黑的也不怕 断的话 黑棋打吃先手 这一飞过来 白的整个被罩进去了 所以白棋还是先出头 先出头 黑的呢 尖冲 这都很正常 这边如果被罩过来 黑的也受不了 所以尖冲 白棋跳 总是瞄着黑棋的断点 强调这块控不不能让黑棋 围的效率太高 下一步这要断 这一段还是挺严厉的 黑棋外边这块 毕竟没有眼 里边被断在这儿呢 形状也略有难受的感觉 这里可以去铺 打 之后呢 很老实的补上 稳稳的粘上 白棋贴 当然这个 这边虽然棋型有一些缺陷 有一些弱点 但是呢也顾不上 这边如果再去后手补被黑棋压 下边损失太大 这个是最重要的地方 贴出来再说 扳 很紧凑 拐也是要点 如果你现在扳被黑棋先手一挡 黑棋这块就已经走好了 脚上这个子呢还没死 脚上还有拖断这类的手段 所以拐 拐 拐 这边白棋很薄 黑棋刺先手 眼见的这一尖 这俩就没了 但是呢 我们来看 白棋怎么对付它 先横着一冲 这黑棋只有团 退的话呢 挤先手 这有断点 所以黑棋一定是要团住 然后呢 往外逃 这不逃被罩过来 恐怕也受不了 逃 黑的一次 把这俩吃住 但是呢 这俩也不是像看上去 不是像看上去那么大 摆在这一点 问问黑棋应手 黑棋 为了把这两个子吃干净的力 好 立在这呢 白棋又一飞点 哎 脚上可以活 这脚能活的话呢 这两个子死掉 损失也就有限了 黑的是靠 靠在这呢 白棋保留 它拖先了 因为这个眼见的冲掉非常大 如果活脚被黑棋先手拐打 再冲 损失惨重 拖先先接住 将来呢 看情况 是冲完吃火脚 还是爬出来 要边上 这白棋 等会儿再定 黑棋要走呢 一手也过不去 大只也只能粘上 白的将来还可以拐下来 或者黑棋 走这个的话呢 断先手 还是可以下去 加下去 黑的现在如果走这个呢 白棋把脚吃干净 黑棋判断这边 价值更大 刺一下 黑的把这脚活了 这也是正常的定型 这是一个正常的定型 如果白棋强吃也不太现实 黑棋立完 这有打了打 加在这的时候 白棋也难受 所以 简单定型之后 贴 贴是非常大的一手 贴 断开黑棋这三个字 进攻黑棋这三个字 同时更重要的是 牵制黑棋的同时 把自己这块固棋走好 拐断 顶 这地方呢 反正如果你要去断的话 那么黑棋顶到一下 它总是便宜的 如果黑棋直接在中间补 那么很有可能就被白棋顶到 这个的位置呢 是纯粹的单关 这个位置呢 很显然有点目数 黑棋先顶 问问白棋要不要断 这种断呢 也不是轻易就能 随随便便就下的 这一断毕竟是一个单关 如果什么都攻不到 走这种棋 还是要有所顾忌 白棋呢 先飞 飞是眼见的好点 把自己头先走畅 自己的路宽了 瞄着这个断 瞄着断点 这个是一个好点 黑棋也不肯这样单关补 这个太难受 对白棋毫无压力 所以黑棋出 加强这块 但是这棋子位置走在这个地方呢 一方面限制白棋上边 另外一方面对白棋这块 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威胁 加 火角对这块没好处 但是加的话可以给这块带来眼味 所以选择加 然后再拐 拐一个是要点 这地方如果你不拐 黑的挖在这儿 一手棋就整条边全部围住 整个围住 而拐一个之后 黑的冲的话 白棋可以挡下去 这地方木树就差多 这两个子就不大 所以拐是要点 黑的冲一下 先手机 黑棋没走这个 因为这个价值也就是 逆收九木 逆收九木呢 应该说并不算特别大 所以黑棋不吃了 好绕一圈 我们看到白棋这两个字 又粘回去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起来 好像很了不得的 很严重的问题 处理得好的话 好像过一会儿 白棋没什么损失 非脸是一个要点 破白棋的眼味 那么这种地方 单关接上 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的差别 黑的黑的和白的都不肯轻易的去走 这样的这个单关连接或者单关切断 跳 七星的要点 跳一个 越的往下跳 白棋 白棋虎 小剑 我们现在说黑棋这地方即使冲过来 白棋也有斑 但是呢 这毕竟还是挺有价值的 一个是黑棋先冲了之后白棋就没有眼 黑的如果要在这走一手棋的话 也有 如果外边没事了 也有连班的可能性 也全部都围住了 总之黑棋一走白的就没眼 白棋能走的是小剑 如果你去吃的话 黑棋点在这 顶的话被黑棋横顶 白棋还是没有眼 白棋小剑在这 木树不小的同时 它等于给自己增加了眼位 下一步一吃基本 先往里一飞再一吃它就活了 黑棋一步一步往那边走 彻底把白棋上边唯控的可能性给解消了 B黑棋单关连回去 同时这个子呢 照顾自己这块和那边 黑棋还是不肯站回去 能往外 能往外走一走 就尽量的 尽量往外走 纯粹单关是不到万不得已 绝对不肯走 白棋呢 要包住黑棋 断 吃 吃掉 打吃 然后呢 破眼 这时候如果这样贴呢 也仅仅是一个封住黑棋的作用 仅仅是一个封锁黑棋的作用 黑棋就这么简单煎一个 黑棋这里已经123456亩6亩以上 黑棋也得到6亩以上 总之比单关连上呢 黑棋舒服多了 这个毕竟围了6亩棋 而白棋包一圈虽然很厚 但是现在这个厚的话呢 从木树上来说 他就说现在在走厚 这个厚已经价值不是特别大 所以呢 白棋刺在这 破黑棋的眼 破黑棋的眼 下一步冲先手 这两个断点 等于把黑棋就给断开了 黑棋现在连不上 连不上呢 往那边连 把它充一下 分段 把黑棋分段 充 从这 从这头连呢 如果你要纯粹 只想自己联络 也不好连 非的话是有冲断 贴的话 一路贴过去 明显自己很受伤 上边很受伤 黑棋现在先贴回 贴回 这地方白的虽然可以断呢 但是 自己棋型也是有 也有弱点 白棋现在如果来断 那么黑的 比方说黑棋挖 你如果打吃这个 那我这一挤 被黑棋吃掉两个子的话 这个断毫无意义 变成一部毫无意义的单关 如果粘的话呢 黑棋这一打 这白棋麻烦了 这要断吃 这要提 这白的不行 所以不能吃这个 那么你如果走这个 被黑棋一退 这还是有断点 再补断点 那就不对了 这里 这被黑棋断开 这块还没法交代 这块 这块也不安全 这块也没法交代 这个掰得彻底就坏了 所以公笔顾我 不能只想着去 攻杀吃对方 这是自己的毛病 自己齐心的弱点 自己的毛病 随时得小心 刺一下 刺一下问问黑棋怎么走 黑的如果接上的呢 白棋总好 这多一个子 将来黑棋在这边的通道 就更 更没有了 刺一下 黑棋呢 横着一冲 白棋顺势一拐 刺一下再拐 也是一种刑棋的步调 靠 这拐了之后 黑棋一定是要 一定是要往回连的 但是 如果你现在连 那么将来再吃这两个子也好 或者再怎么样也好 白棋就都轻了 你已经走了个单关 走了个单关 你再吃这两个子就没有意义了 如果先能把这两个子吃到 那这个单关是永远也不需要走的 所以在自己补齐之前 先要来寻求白棋的一些 寻求一些先手便宜吧 找到白棋的一些漏洞 靠 白的如果打 那么黑的 眼见冲是先手 刺又是先手 刺完是先手 虽然黑棋可能 可能不见不见得敢 黑棋应该不敢 现在就把白棋冲断 现在就冲断白棋的话 这被白棋断 又去冲断那个的时候 黑棋没什么气 没有气 气不够被白棋闷死了 但是虽然现在不敢冲断 但是黑棋再接回 这个时候再接回 你看这边要冲断 这边也给你留下断点 给白棋留下了很多的毛位 而你如果是先接上 再这样来刺的话 这几个紫白棋就都不要了 都无所谓 所以现在靠 这是一个恰当的实际 白在那街上 防这一次 黑的先冲 白棋是跳 跳在这里 如果是长的话 黑棋冲断是一个先手 这还有断 冲断是先手 白棋跳 黑的冲 这个当然必须得冲 黑棋如果往这边走 也看不出什么效果 白的都可以连上 白棋都可以连上 反倒把上边给撞的撞了气 黑棋是打赤在这 白的接 然后呢 然后呢贴在这里补 好 那么黑棋等于通过这个靠 黑的本来呢有两个弱点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断点 还有这个断点也是需要小心的 虽然不如这个这么急迫 但是这里毕竟残留一个问题 但现在它通过冲击白棋的弱点 把两个断点都补上了 补在这 这有几 白棋得补它再补一下补上了两个断点 那么这盘棋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什么特别 惊险刺激的这种战斗 没有特别激烈的战斗 但是双方在攻防的时候这些招法 这种紧凑的招法还是非常的有看头 我们继续来看他们的中盘站 贴在这把自己毛病给补好了 这个同时呢白棋也没法断这个 断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黑棋挤这个是先手 再挤这个又是先手 这一挖 白棋是断不掉黑棋 白棋只有吃那个呢 黑棋都连通了 黑棋都连通了 白棋反倒把自己给断开了 所以黑棋贴在这等于防了两个段 白棋小尖 靠住 这个靠住是必须的 要被白棋跳点一下 白棋眼位增长不说 重要的是 这边跳一下之后 黑棋这块没活干净 这一立 黑棋就没活了 所以必须靠住 团 细腻的先挤掉白棋一个眼 然后 好 该占的便宜都占完了 能利用到的 这白棋形状的弱点 都利用到 最后再 接回来 那么白棋这块呢 这有个断吃 这有个叫吃 这二者白棋必得其一 所以它也是活棋 现在吃这个呢 价值也不算最大 所以白的先拆散 一边进攻黑棋 一边瞄着黑棋这块 一边唯控 黑的提掉 这提掉本身木树 也应该有石木的样子 还 同时这产生很多借用 对这块是有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进攻黑棋 这块黑棋不是直接去活 而是 把那个石木棋一拿 然后间接的协助这边 接 这个是白棋的先守权利 然后再吃 吃呢 本身木树也不小 并且呢 也把自己彻底走厚 等于中府这块棋 这留个通道呢 它也变厚 如果这时候直接去攻这块呢 黑棋加先手 在这里有各种先手 中间还有借用 白棋也没有什么好手段 所以 吃这个 挡 贴 下一步棋呢 黑棋补的很有意思 这明显有个冲过来 黑棋要补 怎么补呢 最普通的呢 是沾上 或者呢 搬这个 黑棋觉得这两步 效率都不够充分 它是补的 C 挺有意思 这 非 明显留下一个冲 这一冲 断吃 再吃 就吃掉 但是呢 黑的觉得 没关系 不怕 好 白棋来了 那么 真来了 黑棋怎么办呢 轻轻的二路一半 二路半 如果你打 那么我一断 好了 这下白棋麻烦了 吃上面的话 两子被关门吃 所以白棋不能打 而是很顶 黑的一跳点 恰到好处的一跳点 这时候体现了这个提的重要性 白棋如果粘的话呢 黑的就往里一挺 上边虽然白棋冲过来有收获 但是搬了挺进去这两步棋 价值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白棋现在判断这个挡住比这个更大 所以白的挡 一起切断 扳一下 这一打很舒服 打基本上是先手 打掉之后 这个骑行白棋就没有任何弱点了 这都是木 基本上都是木 那么所以团也是要点 团一个白棋如果跟着走 那这地方等于是双方先手 避震点 白棋呢 搬一个看着先手便宜 也不走 这里白棋如果要想先打吃 那应该是打不着 黑棋会跳进来或者是搬进来 一人一个 这里 搬 打拔 打拔非常大 如果被黑棋接上的话 这还有加 断 断 种种的 种种味道 加进来 虽然可以断吃 但是呢 白棋退 黑棋再提的话 又落后手 加 白的如果立 黑棋打拔就成为先手 就先手提掉 度过 好 那么 下到黑棋把这个断了之后 这边中盘 可以说中盘战斗就结束 双方该处理的问题都处理好了 该活的棋都活了 下面就比拼关子 小尖ます bricks 가서 这端要放 盘操 都在 在 上 先贴一下 贴这个的话 应该不是绝对先手 但是很大 白旗如果扑吃呢 白旗如果扑吃 黑旗 黑旗是长过来好呢 还是 或者 或者也许搬这个 搬这个白旗不能吃 吃被挖死了 白旗得这样走 这样走的话 黑的这里都是先手 冲先手 点进来 再爬 这块可能会被搜刮的 比较厉害 白旗实战跳了一步 黑旗再借回 夹注是蛮大的 我们刚才说了 黑旗冲完 跳进来 这个木数 显然不小 加注 没得冲 现在大关子呢 不多 所以冲了再冲 如果白旗跟着走 那么黑旗等于先手冲掉白旗两木旗 如果硬的话 一起先手冲掉两木 否则被白旗打了 再打的话 就多两木旗 不走呢 这个打拔也是一个 六木旗的关子 六木旗在现在来说也不小 先手走掉 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这种先手便宜 一定不能忘记走掉 然后接上 接上呢 防这一刺 这一刺也不小 刺掉 这一打 再一提 还是先手提 一二三 四五六 先手六木 够大的 黑旗有没有机会先刺到 如果黑旗有机会先刺到 似乎应该先刺掉 先手六木实在是够大 白旗接上 接住 往里小间 小间显然也很大 这地方白旗走在这的话 黑的是穿不进去 穿被冲过来断掉 那么一手棋就把这些孔全都封住了 尖在这儿 白的斑 黑旗冷静作眼 这地方呢 黑的有点想挤 挤白的如果接上的话 一起吃 立 这里 这里没有棋 斑被断掉 白旗连不回来 那么黑旗就可以 多得一二三四四木旗 如果能吃的话 黑旗稍稍便宜一点 不过黑的旗 应该是担心白旗一路斑 一路斑 挡的话呢 白的做结 白的有这个手段 这也许是黑旗有所顾忌的 这也许是黑旗有所顾忌的 打的话白旗一路打 接上 接上 再打 还是打几 冷静作活 湖顶 一路倒虎的威胁这个铺结 黑旗冷静硬住 之后呢 贴 贴住也不小 这个地方 如果被黑旗一长 就都连回来 黑旗都连回来了 这个 眼见一二三四五六六 六目以上 所以贴住 斑 横充一下 再冲回 其形式还是很细 局面 局势很接近 很细 所以 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阿尔法维棋的关子 究竟怎么样 冲 提示先手 这也是当初黑旗冲这个的理由之一 将来冲了这个时候 提示先手 这一扑一打 扑死了 白旗得沾 黑旗愉快的先手提掉两目旗 然后再往里长 长的价值大于这个提 这个是六目旗 长一个不止六目 比六目要稍大一点 好 把六目提掉 立这个 立这个呢 是 立是逆收三目的价值 白旗搬 要想搬接的话 应该是可以搬接到的 白旗要想搬接应该可以走到 白旗没有走 被黑旗逆收了 这个 应该说也不是一种失误 因为这个搬接也很大 这个搬接很大的理由是将来要让黑旗收起 等会儿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黑旗打车 来的铺一下 来的铺一下 打 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莫菲 莫菲阿尔法他也也会人类的打僵 就是他这个在实现到了还没有没有算清的时候 先走几个先手 再算一会儿 我们可以看到搬接完了之后 打完一耙 那么将来沾先手 打先手 黑旗被收到这里只有六目旗 如果这里被黑旗利到的话 黑旗有123456789 现在剩六目 所以黑旗少了三目 而白旗呢 这多一目 这多一目 多两目旗 这个是 半战是后手五目旗的价值 半截后手五目 这个逆收三目 所以白旗可能认为 你逆收三目 我就走后手五目 也不亏 之后呢弯在这 这个地方呢是 怎么说 比较 比较有意思 黑旗不走呢 当然不行 黑旗靠下去 那走哪好呢 这就是个问题 如果你走在这个地方 那黑旗冲先手 拱先手 这两目都是没有的 白旗弯在这 弯在这 这里先围出一目 但是弯在这的坏处就是 黑的提这个是先手 提这个是先手 如果把你提的补回去了 将来黑旗冲 冲在街上 有可能能把这一幕给打回去 所以 很头疼 收关 收关子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这个特别是 如果 如果是这个 比赛 比赛到最后 读秒的时候 这种地方 究竟走哪个 便宜 那个不到一幕棋 走哪个又亏了什么 半幕棋 这一读秒催着 不是那么容易算得清楚的 这地方不知道阿尔法围棋 它是怎么计算 它还是不停地算胜率 这种 每一步价值是多少幕 不知道它 它会不会算 还是它根本就 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 搞不清楚 第一 针这个结 这个结 这个结 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提过去了之后 还有 冲完把这个子联回 再打吃 把白契打回去的问题 所以它的价值 还是蛮大的 就在现在这个 只有 只有这样 两幕棋的局面 它的价值是蛮大的 断打 踢掉 好 把白契给打回去了 毕竟这个 相对来说 黑契比较无忧 这个戒 而对白契来说 这杯一打的话 损失惨重 所以白契还是扛不住 这个戒 冲 再冲 然后挤 这一挤 这一挤 这一挤虽然是劫财 但是呢 黑契很显然是怕白契逆收 这一逆收 差不多有逆收两幕的价值 逆收两幕稍微弱一点 但也是现在最大的 所以它把这个挤掉 拒绝给你逆收的机会 然后再扎 拍到弯这个 弯这个 它不是打吃 而是弯一个 可能跟结材有关系 打掉如果没粘到的话 黑契扑 应该是个结材 弯在这 黑契没结材 如果白契打了打吃的话 将来黑契里边还要补一手 嗯 这时候呢 是这样 黑契如果能把白契打的提回去 那么这个结价值就小了 那么黑契照普通的感觉 黑契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把握把白契打回去的话 黑契是不该轻易的打吃的 因为这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比方说黑契没有把握 黑契最最理想的图是把白契打的提成这样 那这个结就只有 就很小的价值 一目关自己后再考虑结的问题 那么如果黑契打不回去 就不要轻易开 还保留一个沾上的可能性 而白契要解决这地方 也要提再接两手契 黑契实战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选择 可能是 这就是 判断清楚 黑契判断清楚了 这个局势这样下简明 否则我们一般的感觉 立这个呢 我就跟着印一个 下一步四季开截 它的下法 很奇特 打趁 白契提的时候 黑契把这个提 然后那白契当然是沾上 看不出黑契有什么好的道理 这个下法 从这个 就是说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黑契提 先提这个情况 如果黑契先提 白契要想打赢这个截的话 白契提一个 黑契这个时候绝对不会走一个 价值是零木的单关 让白契把这个截沾上 黑契最起码我逆收一幕 这肯定也是有好处的 哪怕走个这个 也比走单关强 所以照理说 你不开截的话 应该先提 开了的话就得把白契打回去 也就是说既然打吃了 肯定是要找结材把白契打回去的 如果打不回去呢 只不打吃就不对 但是他现在特别清楚 打吃完一个之后提掉这个 开了之后不跟你打 让你沾 这个下法唯一的好处就是 白的这时候如果顽强的去收别的关子的话 黑契这一提 等于可以便宜一个结材 应该是黑棋已经点清木树 判断清楚这样下赢了 黑的赢了 所以呢 黑的就这么下 那么这样开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大的关子 这个挖不止两木棋 这一挖已经挖掉白棋两木了 自己这一木也确定了 如果 如果这地方被白棋 粘上或者虎了的话呢 这先长两木棋 这里 这里将来连上又长一木 这有两木半的价值 所以黑的觉得 好我就这样让你打赢这个结粘上 免得你还跟我争了这个之后 又争这个结 那么现在白棋粘结 黑棋 把两木半收掉 黑棋把两木半挖完粘上 之后呢 白棋先顶 我们顺便说一下 这个棋不可小看 如果被白棋粘包完粘上之后 黑棋里面是还要补一个 所以这地方价值是 逆收两木 这个体 充 团上 接住 这个 这个 黑棋也就跟着顶了 这支 接住 对 这地方顶住了以后再也不用补了 黑棋顶了这一木棋之后再挤了 白棋还要补一个 搬一下然后顽强的团住这个 从这个表现就可以看出来 可能 白棋要差一点 白棋稍稍差一点 有这个 有企图 线手搬完之后 让黑棋走单冠 白棋再一个一个接回来 这种意思 但是呢 这个不太可能 诶 这个阿尔法围棋挺有意思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看起来它打结 在结阵的时候有的招法有点粗糙 但是这盘我们可以看到 先把这种地方接上 接上 团上 这什么意思呢 黑棋先走 就等于消了白棋的劫材 如果你要先提 那么这个打吃也是白棋的劫材 这个冲也是白棋的劫材 所以它在这种地方又下的很细腻 可能是跟胜负有关的时候 跟胜负有关的时候 它下的还是非常细腻的 但是如果走哪都赢 它有的时候就不那么讲究 白棋还是把这个粘回去 那么黑棋一提结 黑棋一提结 之后呢 这结一人一个 实际上这里还有一木棋 白棋把这个走了 之后呢 结一人一个呢 就等于没有 一人沾一个 好 那么 这盘棋最终呢 是一个黑棋小胜的结果 整个过程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战斗 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很精彩的 黑棋在补棋之前种种的借用和一些局部上细腻的招法 双方在局部的系列的招法都值得我们欣赏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